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Li 每個棒球迷的心中 應該都有一場最經典的國際賽 我自己的話 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前的八搶三資格賽 不僅僅是在台灣舉辦的關係 因為那些賽事 雖然是我開始看球後 第一次體驗到國際賽的熱血 有太多經典畫面刻在我腦海中 包括了金周燦力溝灶 羅國輝我愛你 無力鐵金剛葉君章 扛著崩砲去北京等 搭配上神曲再出發 我至今想起來還是會起雞皮疙瘩 但更資深的棒球迷 答案應該就會跟我不一樣了 我詢問過身邊的長輩 他們對於2001年世界盃的印象 其實是更深的 儘管中華隊最後只拿下季軍的成績 卻讓本來搖搖欲墜的中華這幫聯盟大回春 也捧紅了一票台灣年輕球型 那本集影片就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來回顧一下 2001年棒球世界盃 看看那年中華隊 到底創造了哪些經典吧 首先從中華隊的成軍過程 開始來講起好了 當年執掌兵符的 師傅幫漢江現任領隊 林華為 戰爭上的組成 多以國內職業還有業餘球員為主 但那個年代 台灣是有兩個棒球聯盟的 隸屬中華這幫聯盟的有15人中選 而台灣大聯盟的代表 只有紅衣中跟陽森二人 雙方選手的人數差距 也照全世界盃成功之後 原先人氣較低了中指 票房反超TML的關鍵 除了台灣本土選手以外 那一季的陣容還有旅外精英 分別是旅美稻齊的陳金鋒 旅日希武的許明傑 還有旅日中日龍的陳大鋒 要說賽前討論度最高的選手 絕對非陳大鋒莫屬 長年旅日的他 在年年首度接受聯合會總教練的邀請 拼上了中華成棒隊戰袍 以38歲的年紀接下隊長任務 坐鎮中華隊四棒 跟成金鋒組成風風連線 非常令大家期待 另外名單中還有一個遺珠 就是01年的兄弟首輪 剛在職棒竄起的彭正銘 先年首度參與台灣大賽 就交出四成六七的經驗打擊率 還有兩發紅布讓也拿下優秀拳賞 反倒是同隊的陳志遠 同為第一年打職棒的新秀 他經過台灣大賽後陷入低潮 卻仍舊入選了中華隊 因此受到不少球迷的質疑 那01年的世界盃 也可以說是當時台灣 舉辦過最大的棒球盛事 總計16個參賽國 超過300名球員來台 分成了四個場地進行 台灣還有美國、法國、南非、義大利 多門尼加、尼加拉瓜 跟韓國隊同屬A族 根據資料 當時台北還有高雄 還發生了場地爭搶的插曲 由於那個年代的陳親吳棒球場 是全台設施最好的 縣長余政縣 希望台北市讓出開閉幕式 還有冠軍戰 但台北市長馬英九堅決反對 雙方熬戰了四個多月 最後是國際榜總出面協調 表明賽程已排定 不可更改 才總算排版定案 正式開打前的熱身賽 中華隊是以32人陣容出戰 再篩選掉八位選手 包括黃清智、林英傑、潘威倫、余文斌、高國慶等人 都在熱身賽結束後才遭到的隔愛 最後中華隊取得了熱身賽全勝的佳擊 連槍低、古巴都贏 也提前帶起關注度 大大加勝了國人的期待感 第一場比賽在天母 台灣由許明傑掛帥出戰義大利 靠了對手在比賽前段接演的失誤 全場發生了4E 早早就拉開了比分 將當許明傑棄取只是1分的好投 交棒給謝成勳還有郭立堅斧首成 最後以6比1起開得勝 休閉一天後 中華隊南下到嘉義迎戰法國 相比義大利 法國的棒球實力更有落差 台灣有當時還未進職棒的楊建福先發 搭配張志佳、陳榮造 連手讓法國打線掛彈 打線也火力四射 前右局攻下了10分 三棒的陳慶豐開炮 最後提前在七局打完後 就口得了法國 取得兩勝後的中華隊 第三戰面對尼加拉瓜 雖然也贏球了 但贏得就比較驚險 最主要是先發投手宋造基 在中空只是精隊的主力投手 卻在國際賽舞台失場了 只撐了1.1局提前退場 一度讓首局攻下3分的中華隊 只剩1分領先 幸好緊急救火的陳榮造 登板後鎖住尼加拉瓜攻勢 沒有丟到任何分數 加上正守三連的張泰山 不但有一次手背上的美技 還揮出楊春炮添加保險分 最後台灣才能夠取得三連勝 也因為宋造基 在尼加拉瓜這一戰只投1.1局 教員團認為他體力足以負荷 所以隔天對南非的比賽 再次推出宋造基先發 想要給他一個血齒的機會 結果他這次被隊友連累 二友的楊森徐聖傑接點失誤 導致中華隊從領先變落後 宋造基也在2局投完後 就提前退場了 雖然張志佳接手後 中華隊沒有再丟分 但打線卻陷入苦戰 前面4局只得1分 直到第5局精神領袖陳大鋒跳了出來 揮出石破天晶的逆轉滿灌彈 連揚前三戰手感冰冷的他如釋重負 最後拽領球隊贏得4連勝 以8比2贏球 第五戰碰頭搶敵 以小人盟選手為主體的美國隊 成績舞棒球場湧進25000名觀眾 創下國際賽單場歷史新高 時至今日尚未被打破 連當時總統陳水扁都到場觀賽 中華隊這場 推出陳宇索馬大福分庭抗禮的蔡壯男先發 經理雅錦賽後成名的他 當時被認為是業餘最強投手 對美國這一戰他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前五局力保不時分 給予台灣贏球的希望 但是這場我們自己的失誤真的太多了 總共發生了5次 第六局也因為張泰山陳大鋒的接連失誤 導致蔡仲南被打退場 即便換上單季15勝的金隊王牌 謝成勳也於事無補 美國最後以6比0帶走的勝利 中華隊吞下了首敗 休閉一天後 中華隊移師嘉義 再次推出首戰的先發徐明傑 來面對多米尼家 只要台灣贏球就能夠確定晉級8強 雖然前四局陷入0比1的落後 但靠著第五局對手發生知名失誤 加上楊宗賢的高飛犀生打超前比分 後續許民潔燃燒小宇宙 直接把比賽吃完 中華隊也就一路保持領先的地位到結束 在整體安打比對手少的情況下 還是贏球了 儘管對多米尼家獲勝 已經提前晉級8強 但為了避開B組兩大強敵 古巴還有日本 預賽最後一戰對韓國 中華隊還是得全力強勝 爭取更好的8強席次 這場比賽台灣推出的是業餘投手張志佳 當時他還沒有打直棒 卻能在這屆世界盃一舉成名 打開了旅日的大門 關鍵都在於他對日韓兩戰的先發 真的太神了 當年韓國的陣容 雖然沒有像曼谷亞運那樣 有不戰號這種等級的主將 但整體也是職業一軍為主體 像李宅根、金泰軍、李秉歸等人 後來都成了國家隊主力 而張志佳卻能夠獨撐9局 送出12K只11分 搭配陳金鋒開炮助威 最後以5比1過關 兩樣中華隊順利以分組第一晉級 站上比較有力的位置 來到了8強戰後 中華隊選擇先推出預賽對美國好投 最後卻吞敗了蔡仲南2度掛帥 來迎戰荷蘭隊 場面球迷紛紛請出了正成功 來為阿甘加油 他這場則展現了更勝上一場的壓制力 前面7局演出5萬打比賽 送出9張老K 真的是無可挑剔的內容 最後在阿甘8局無10分好投 還有張泰山開轟 投打其心以2比0玩瘋了荷蘭 兩樣蔡仲南的人氣再生一劫 奠定了只差王子的名聲 因此後續要投入職棒的他 才能夠引發兩聯盟的強人大戰 拿到破紀錄的600萬千元金 至今還是5人能夠超越他 而晉級4強後 中華隊二度交手美國 為了贏得冠軍戰的門票 戰隊團又把許明傑推出來掛帥 這是他12天內第三度先發 前一場玩頭後只修3天 就又披掛上陣了 從許明傑的表現 也能夠感受到他的疲累 前五局已經丟掉了4分 是他三場先發中最差的一戰 第六局遇到危機後 交換團換上楊健福收尾 反倒是他的表現讓大家驚眼 後援3.2局送出5K50分 可惜台灣打線完全被對手壓制 9局下最後的進攻 跑者許勝傑還被牽制出局 讓全場球迷留下一個錯愕的結尾 慶幸的是隔天五場的季軍戰 中華隊即時振作 面對敗給古巴 正人為職業還有業餘混搭的日本隊 交換團決定把希望寄託在張指甲身上 而這一場抗日戰役 SRR想到2001年世界杯時 直覺會聯想到的第一經典賽事 中華隊能夠成功獲勝的關鍵 就是頭打兩端各有一個人跳出來 投手是玩頭韓國 然後休息三天 再對日本演出玩瘋的張志佳 全場只讓日本揮出無知令西安打 雖然沒有150的火球連標 可是靠著精準的控球 加上強大的抗壓性 速度守住的十分危機 像第六局在一出局滿壘的情況下 張志佳讓對手擊出二壘方向滾低球 靠著黃忠義還有鄭倉敏流暢的配合 完成了關鍵的雙殺手臂 當時張志佳走下投手球 自信握拳的神情真的非常帥 還有第七局中華隊出現了回傳球的瑕疵 讓推進到三連的日本跑者有機可乘 決定往本壘衝 當時我原本以為這份要掉了 幸好中華隊的補救很及時 讓跑者死在的本壘 日本也因此連續兩局被雙殺 後續反攻無力 打者的部分當然就是曾經瘋了 這場中華隊的三分全部都由他打回來 第四局先來一發陽春彈 第七局則炮轟中村準人 打出去後連一項冷靜的風哥 都興奮的雙手握拳 那年中華隊通算有43分打點的進帳 曾經瘋就佔了14分 最後贏得了打點王 可以說是以一己之力扛下了整條打線 雖然中華隊最後是季軍 但因為前兩名分別為古巴還有美國 而台灣晉級陸上 確實擊敗過韓國還有日本 因此這個世界盃季軍 在當時被視為亞洲第一的榮譽 意義確實格外重大 而且透過這次世界盃 明顯有感受到台灣棒球的回溫 對當時被賈球犯重創 又分裂為兩個聯盟的惡劣環境 可以說是一大救贖 相隔了22年後再回頭來看 當年這24位台灣英雄 如今已全數卸下選手戰袍 各自走上了不同道路 其中有三位成為中職義軍的先應總教練 包括了葉君章 洪一忠 還有熱騰騰剛上任的陳進鋒 有的則是到基層業餘舞台任教 也有的是自己迷失離開職業舞台的 其中最讓人感慨的 應該就是張志佳了吧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對於2001年的世界盃 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安利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 Yu soortls 为止 Cooper 鬼 可 李 感谢观看